再进一步的 包括它这个耳朵 虽然耳朵它在后面 但是它具体的这种形体的翻转 变化这个还是要交代清楚的 这种形体的翻转 中文字幕——YK 这远处的耳朵 远处的耳朵它关系上面弱一些 现在脸部所有的地方 我们都深入都塑造了一遍 塑造了一遍 但是它肯定还是不够 有些地方还需要加强 有些地方需要减弱 还需要整体再来去做一个大的调整 比如说头发 好像该重的不够重 再把头发往下重 再来一遍 再重塑造完之后再深入一下 有的地方关系再往墙的加 明天遇到一 aquí 再重塑造完之后再重塑造成 前面入盆栏 бал圆 这个左侧 重点是它的转折处卡一下 剩下的地方我们都统一放松 放松 包括这个边缘 它还是很整 还是很整 这个画面一画 头发该家的一家 它这个画面就有了一个重心 一个重色块的画面 马上就有平衡感 我们画关系 不只是去抄它这个发丝 最重要还是画关系 然后放一边 再放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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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整個一畫馬上人就精神了 因為整個畫面就靠黑白灰大的關係 讓畫面變得醒目響亮 就靠這一點點重色 因為整個頭髮比較短 沒有大面積的重色 這個一加馬上人物的精氣神就會出來 然後把這個五官的部分 該強調的再強調一下 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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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任何一张画面的这个重色 画面里的重色部分一定要给足 给足了它这个画面的非常强烈 否则画画面就是灰 关系的出不来 都是有可能的 包括这里边可以强的强一点 马上它这个画面关系就非常的响亮了 就是这些小面积的一些颜色 能让这个画面关系变得非常响亮 其实非常重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 大部分它出于一个灰 重灰浅灰 然后再给我出发的 locally 也就是出发的那种地方 还能坐在哪里 再来一个肯定 炸仑洞 然后再来一个声握 装柱 再来一个声握 然后再把脸部 脸部也要调整 尤其是暗部的调整 尤其是暗部 尤其是暗部 这里边的变化还是很明确 因为这块它有活虚 所以我们这块非常的虚的 弱的 注意下巴底下底下的形体结构它的起初变化 这个时候你像暗部它这个图片上它是一片 但是我们在自己在画的时候就全靠自己的理解了 这样画出来才能够丰富透彻 刚抄的话它是抄不到多少内容 也抄不到多少信息的 照片上面它的信息是非常有限 通过一个人物的这上面的形象上面的内容 在这个照片上能反映出来的非常有限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这个交界线 该用软一点的笔 用软一点的笔 用软一点的笔 这个时候它脸的侧面和正面 以及左侧面就能够分开了 我们画正面的时候很难画出来它的体积 三个基本的正侧点底 最难画的是这几个部分 其他的都好说 这就好比正方体 平行透视的时候是很难画的 基本上我们不去画平行透视 一般都是成角透视 有角度测一下 这样的话更好去表现 更有利于表现它体积 额头上面还有细节 它这个皱容也得画 也不是说不画了 只是要注意它强弱取舍 但是不要把它一道一道特别明显 非常非常弱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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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睫毛这一块一定要给它精致一些 好 谢谢观看 这样子就比较深入了 谢谢观看 鼻头上面热一些 这样子就比较深入了 这个形体就越来越饱满 这样子就比较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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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块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人中部分 这个地方它的胡子 这样子就比较深入了 这样子就比较深入了 这个地方就比较深入了 这块 这个地方就比较深入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图像就比较具体了 底下是个别的小胡须 还是偏一个中年的质感 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要画它的老 胡子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一些小的象征性的很稀疏的一些小胡子 这个耳朵弱一些 这个耳朵也弱 但是一个是亮的那种虚 一个是亮部的耳朵 亮部的这种弱 一个是暗部的弱 所以说耳朵那两个比较 整体看呢 左边的亮部出于受光区 所以它看上去比较白 右边的整体它是出于背光区 所以看上去比较黑 但实际上它们的对比都是很弱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样这个头基本上呢就是复杂的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脖子跟上 脖子底下呢也比较热 先画它的交界线 交界线都弄清楚了 然后再把它这个衣服衣领上面的这种投影 可以加它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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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个底下都可以调整一下 当然也不用画太多 整体的调整一下 整体的调整一下 整体脖子后面虚一些 然后下面的基本上就不用画太多了 主要还是经历 主要经历还是要放在脸上 主要经历还是要放在脸上 然后就要放在脸上 底下随便给一点就可以了 大家大约把它受光背光的形要抓紧了 把这个黑的这个球擦一下 影子后面的这个衣服 头 头到后面的一个影子 好 这个画面我们差不多就画这么多 还是比较简单啊 这个人物形象呢 它这个骨骼呢比较明确啊 它这个骨骼非常的清晰 形体也比较明确 所以所以说画起来呢 所以说画起来呢就比较快 所以有关这些解构的 一定要把它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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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这个人呢 现在这个人呢我们画到这就可以了 毕竟作为一个短期 还是要抓它大的东西 就这个尤其是脸上 就像这些皱纹啊 包括眼角周围这些 千万不要抠的太多 抠的太多它就花了 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比较整的 虚虚啊虚的很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千万不要把某一个这个脸上 那些小东西抠的特别的僵 好